各位同学好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新冠的二册第29课 成人版的致力拓展部分 首先我们先来复习一下 本篇课文的主要内容就是关于现在完成时 现在完成时呢 其实我们之前就已经学过了 那为什么这里还要讲呢 大家会发现 我们这本书是这样来进行安排的 为了方便大家能够不断地复习深入 所以所有重点的内容都是以24课为一个循环 所以大家可以算 29减去24正好等于第5课 所以到了第29课 正好是复习我们在第5课当中讲过的 现在完成时 但是每次复习呢 我们都不白复习 我们都会复习旧的内容 再给大家深入讲解一点新的内容 所以我们先来复习一下旧的知识 大家看 现在完成时 第一个形式 用have has加上 done 第二个 现在完成时的用法 是不是表示现在已经都做完的事呢 我们说过不是 现在完成时 可以表示全部完成的 也可以表示部分完成的 所以呢 其实做完没做完都可以表达 关键的问题在于 大家要把角度选对了 现在完成时就是站在现在 回头看待之前发生的事 只要是现在的之前发生的事 不管做完没做完的 我们都能表达 所以各位同学来 跟我回顾一下 第一个 现在完成时用have has加 done 第二个 它表达现在的之前发生的事 不管做完没做完 好了 那我们之前在第5课当中 给大家拓展的时候讲过了 由于现在完成时表示的是 站在现在 回头看待之前发生的事 所以大家想 现在的之前就是什么时候啊 就是过去 所以大家发现 站在现在 回头看待之前发生的事 也就是过去发生的事 所以大家发现 现在完成时 通常跨越了两个时间段 既跟现在又跟过去有关系 所以它通常表达的是 从过去直到现在的事 我们再说一遍 现在完成时表达的是 站在现在 回头看之前发生的事 也就是站在现在看过去 所以现在完成时 都表达从过去 一直到现在 这个时间段里发生的事 那由于呢 现在完成时可以表达 从过去到现在 这个时间段里发生的事 因此呢 它常常可以搭配 来表达 过去到现在 这个时间段的词组 那哪些词组可以表达呢 比如说 我们29个课文当中 出现了一个since since then 表示自从过去那个时候 大家注意 自从过去那个时候开始 默认为直到现在 所以自从过去到现在 我们就知道了 符合这个时间段 因此我们选择 现在完成时 has flown 所以各位同学注意 以后只要遇见了since 加上一个过去的时间 我们就知道了 符合过去到现在 我们使用现在完成时 he has lived in Beijing since 1993 那如果没有过去的时间 有一个过去的动作 行不行呢 一样 只要出现since 加过去就可以了 所以还可以变成 he has lived in Beijing since he was born 自从到过去出生的时候 因此在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帮助大家 来提炼一下 现在完成时 常用的搭配之一 就有这个 现在完成时 可以搭配since 加上过去的时间 或者是since 加上一个过去的动作 也就是说一个 一般过去的句子 不管是since 加上时间也好 还是加上动作也好 只要能够表达since 加过去 就可以表达 自从过去 直到现在 就符合我们 现在完成时的时间段 请大家把这个 画上一个重点 重点重点 生活当中常用 好了 那我们再接转一下说 除此之外呢 我们再给大家 补充一个内容 在我们书当中 没有讲解到 但生活当中 蛮常用的 就是什么呢 出现次数 大家注意 一说到 这是第几次 尤其大家注意一下 时态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t is the first time 为什么强调is呢 因为它指的是 现在是第几次 现在是第几次 大家想 是不是得在 现在的之前 开始数啊 现在的之前 就开始数 第一次第二次 第三次第四次 不管是第几次 这都没关系 只要是截止到现在 说到次数 我们就可以知道了 肯定是站在现在 回头往之前数 因此后面的从 就用现在完成时 再次强调一遍 大家注意 出现次数 而且指的是 现在的次数 所以我们应该搭配 现在完成时 表示回头往之前数 才能数得出来 第几次嘛 好了 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 这是生活当中 常用的两种表现 since加上过去 不管是时间还是动作 第二个就是 给出现在的次数 This is It is 好了 我们就可以知道 搭配现在完成时 好了 那接下来 请各位同学 跟我做个练习 大家看这句话 His first book 他的第一本书 Received good reviews 得到了好评 Since it came out Last year 大家看这里面 在这里说 他的书得到了好评 有了一个 Since it came out 很明显 since加上了came 有了过去 所以自从过去 应该选择什么呢 Has received good reviews 自从过去到现在 受到了好评 好了 再来看第二句话 It's the most boring meeting 这是最无聊的会议 That I attend 是我参加过的 最无聊的会议 然后说什么呢 Since I came to this company Since I came to 注意since加上了一个过去 所以我们就知道了 自从过去直到现在 因此选择什么呢 现在完成时 The most boring meeting That I have attended 我参加过的 所以大家记住 这个结论 只要出现since加过去 我们就可以知道了 从过去到现在 现在完成时 好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This is It is 现在的次数 无论是第几次都可以 后面要加上一个 现在完成时 因为现在的次数 你得从现在的之前 就开始数 才知道这是第几次 所以我们选择 现在完成时 好了 大家看这样一句话 这是他第一次 在公开场合说英语 这是第一次怎么说呀 It is the first time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at 他说英语呢 He has spoken English 在公开场合 in public 好了 再来看一句话 这是我第三次出国旅游 这是第三次呢 This is the third time 或者是 It is the third time That 我呢 I have traveled abroad I have traveled abroad 所以大家发现 现在的次数 要从之前数 要搭配现在完成时 好了 以上我们就说这么多 请各位同学来跟我回顾一下 大家会发现 我们今天讲到了现在完成时 我们先复习了 之前学过的旧内容 而且呢 又给大家深入的 总结了一下新的内容 现在完成时 常常搭配的两个结构 一个是现在的次数 一个是现在过去的时间 请大家明白 为什么要搭配这些 以及它们怎么样来应用 所以各位同学 以后我们学习 后续的课文的时候 都会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帮助大家 不断地循环 复习再深入 复习再深入 方便大家吸收 好了 非常感谢各位同学 耐心聆听 以上就是这篇课文的拓展部分 谢谢大家